从影超过30年导演蔡明亮这一次以电影作品《交游》为题出版新书 蔡明亮说这本书是他这个阶段创作与人生的总整理 书中除了收录60张以上交游的剧照 还有蔡明亮和李康生20年来唯一一次公开对谈的完整记录 蔡明亮首度坦然公开自己的性倾向揭露最真实的自己 2013年凭借着电影《交游》 蔡明亮与李康生师徒两联手拿下金马奖最佳导演 及最佳男主角两项大奖 如今蔡明亮在以《交游》为题出版创作 这本书对我非常重要 应该是我的创作的一个 这个时期吧 我希望还有的一个总结 做一个整理对整个人生 整个相处 我整个价值观 我整个 总之就是我的全部 借一个对话做一个整理 新书作品整理记录了超过30年的电影旅程 蔡明亮同时也首度公开自己与李康生的深度对话 你大概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大家知道 你刚才那边不是说什么 交代遗言 交代遗族 没有最近 常常会感觉到 尤其最近很强烈的 觉得自己快死掉了 好像好不容易才 安定一点 有一个很奇怪的氛围 你非要讲不可 也没有设限讲什么 也没有设定时间多长 就我后来觉得好像在完成一个作品 就我们两个对话 大概中期医生也没有讲那么多话 我们两个 事实上我也很多话想跟他交代 超过两小时没有脚本 从生死课题聊到艺术创作 而且蔡明亮还首度公开自己的性倾向 我知道这本书会可能 会以及媒体很多关注 但是我都说了 在这本书 你们也不用再问我 我会觉得这个公开非常有趣 就是说 我觉得我是很正面能量的 小康也是 我们两个对很多事情都非常正面的 我说如果我可以在我有生之年 做一些示范 做一些表达 不管任何方面 我都觉得说 应该对这个世界有用 对生命的价值有深刻的感触 蔡明亮选择把话说开 大方接受真正的自己 在这个时代里面 能够自然的生活 自然的创作 自然的讲话 自然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自然的跟你喜欢的人在一起 我觉得是很难的 我自己非常觉得 所以我最后的一个感觉是 我非常爱 非常珍惜这个人间 从影超过三十年 蔡明亮的人生都写在电影里 书写则是用另一种方式 传达她的情感与温度 泽南三拳 仔绑 provisional唱 谈谈